民主黨無心理會疫情下市民的疾苦,玩內鬥, 上演了一齣掌權激進派排擠溫和派的鬧劇。 上演了一齣掌權激進派排擠溫和派的鬧劇。 已過這次內鬥之後,民主黨會否走向繪散,代入深淵,惹人關注? 1月19日,民主黨舉行中委會, 議程之一就是討論紀委會就梁逸廷、蘇逸恆和李華明 遺紀問題的調查以及處罰建議。 中委會同意紀委會提出的建議, 但仍然需要等到2月舉行全體會員大會通過才落實。 但有人就提早將會議內容愛涉, 令隔取梁逸廷、蘇逸恆黨籍, 凍結李華明黨籍半年的決定, 早於全體大會有決定之前已經對外公佈。 當事人之一的李華明聲稱, 他本人尚未閱讀完紀委會的調查報告, 傳媒已得失結果, 還向他作出查詢, 令他對民主黨中委會失去信心。 民主黨紀委會同樣對中委涉密表示不滿, 他信中委會, 指涉密違反會員行為守則, 傷害會員之間的信任和黨的聲譽, 要求採取措施, 確保所有中委認真對待保密責任。 這出民主黨內鬥的鬧劇, 源自羅健熙當選黨主席後, 對於是否派人參選立法會一直含糊其詞, 沒有明確方向。 而黨內就分裂為參選派和抗爭派, 引發內鬥。 這兩派的內鬥並沒有隨著選舉結束而停止。 立法會選舉結束後, 行激進路線的抗爭派, 繼續排擠走溫和路線的參選派, 更加用奸計將主張參選的梁逸廷, 蘇逸恆排擠出黨, 甚至連創黨員老李華明都不放過。 民主黨因為不參選出去立法會議席, 已經沒有政治影響力, 更加陷於財困, 早已經貧臨樹倒胡宣散的景地, 不時有資深黨員退黨, 但即使是這樣, 黨內仍然內鬥不憂, 黨和佛議, 排擠不同意見的黨友, 似乎離全面潰散已經不遠了。